先問了Joey 都是想問941 他50.5元就買入了 他說上網有多少呢? 指洩位又應該怎樣看呢? 短線我覺得941不會大升大跌 如果你想在這個市況上求穩陣 絕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但譬如由2萬點升上來 你拿著941 感覺上就會很窒暑的狀況 但如果你看看今天的市況 我們講到開始焦點是甚麼呢? 就是看看市況會不會高海滴酒 現在正正在表演給你看高海滴酒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拿著就很開心 因為你不會有些執書的感覺 我覺得長線來說 以941目前的市盈率 股息率來說 你去守 有機會 可以做到財色劍守 但比較大的機會就是 繼續在這些水平橫行機會大 升上去 每半年 一年派息 然後又扣下來 你可以拿來收息 一個穩定的收息工具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50元這些位置 我覺得不需要太鏡 而它目前的估值水平狀況 但是如果未來內地 有些提速降費政策 又出來的時候 就要開始變了 這些是不知道的 甚麼時候出來 會不會出來 沒有人知道 但我覺得以目前的市況來說 如果50.5元來拿941的話 短炒的話 一定是炒其他會比較好 但是今天市這樣走 你可能炒其他會輸得忠敬 所以我覺得 不要做那麼多事情 繼續拿著 短炒我不覺得會回太多 如果中長線來說 我會建議46元 不算46元 去看60元 但這個是未計算 隨正任何的因素 所以潛在升幅 最多最多兩成 市場好一點 真的要做好一點的時候 這些位置再彈多兩成 兩萬五的位置 不是完全沒有可能達到 今年是困難的 但在講長遠來說 所以在941 長遠投資價值來說 其實就OK 但是opportunity cost的角度 未必是一個最好的選擇 所以我覺得暫時 我會這樣說 在股票市場 你沒有太多idea 你還是未清楚 怎樣炒的情況下 我覺得這些市況 很稍後拿著941就算了